今天是2月8日星期一 这眼瞅着大年就不远了 算上之前留学时候 这已经是我有生以来第8个不能回家过年的年头了 唯一的区别是之前一个人吃饱了不饿 现如今也是拉家带口的了 而对于刚刚出来只有一年多的吞妈来说 居然赶上了两个春节都没能回去 说实话 这远在地多的老丈人和丈母娘 指不定怎么埋怨这个不招家的女婿呢 嘿 这是拐了他们的闺女连带着一起浪迹天涯去了 可问题就是 我这也是真冤枉 你说说这成成出不去 店店逛不了 肉肉还剪不掉 就只剩下吃门门香了 不过要说我还是佩服女人 因为大部分都比直男多一种让自己开心的方式 那就是买买买 于是乎集中在这一天 吞妈把这两周收到的所有快递统一捋了捋 美其名曰说是为了心疼我 怕我天天日更这十万能花多久系列的视频累着 所以帮我把账算的快点 要不说有个懂得疼人闲内住 这得是多少辈子修来的 不过确实有的东西我还是挺喜欢的 而且反正现在疫情也出不去 商店也只能网购取货才能进 所以还真不如在家收快递 也算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唯一方式了 首先是法国的一个小众的皮具品牌 法语不会读 反正叫po什么 都是工匠在西班牙工房里手工做的 吞妈验过 说质量不输大跑 其次是这几点衣裳 吞妈说都是从一个叫什么ASOS的英国网站上买的 据说很多英国留学生都从那上面买 不仅东西全折块多 最低都两折 还折上再八折 上身还不赖 等疫情封锁过后就能穿出去嘚瑟了 可是光咱自己嘚瑟也不成 毕竟还有个脱油瓶 所以也给小吞提前整了一个防晒的泳衣 这UPF50家的 而且包裹挺严实 这样就不怕晒伤了 加上其他这些 都是从一个叫什么Lewood官网上买的 吞妈之前在小红书上说过 当时买的时候全是四折 这是一个北欧的儿童品牌 用的都是环保有机的材料 这个有机可是整个产业链一条龙的 而且北欧简约的设计确实是好看 最后再说一个西班牙的叫什么DOIY的品牌 感觉跟DIY差不多 就Do it yourself一个意思 设计还挺逗 你看手拉手的调味罐 这要摆民宿里应该挺off的 另外您再抽这坛子 您猜是干嘛的 我刚收到的时候 还以为吞妈淘了个古董回来呢 其实它是可以拆分成三层的 家里要来个人装个零食 什么糖果之类的都成 平时收起来往上一摆 还能当个摆件 不过质量可真不咋地结实 为了给你们拍着瞅瞅 稍微碰了一下就出了个裂文 吞妈这个新朋友 我就劝他 没事 这不又有借口可以花钱了吗 是不是我也挺善解人意的 得嘞 您看开心了 别忘了关注 正好您点红心这个功夫 我抹着眼泪记个账 这衣服是52欧 包包239欧 小吞专用的那一堆东西 是80欧左右 家居百件76欧 那合计就差不多是人民币3576 剩余就是79917 今天是2月9日星期二 疫情以后 雅典市中心那鱼龙混杂的中央市场 我们就很少去了 其实只要找准的地儿 很多肉铺的价格和新鲜度 真是未必比那差多少 甚至有的分类 收拾和包装还更加干净透明 这不再过几天就是30了 那过年了回不了家这对于从年轻时 早就习惯了在外漂泊的我来说倒还没什么 可是吞妈她真想家呀 要不说养闺女就是个小棉袄 而养儿真的就是白眼狼 而今天我们来采棉货的这家肉铺 是我们截止到目前发现的 雅典最大的一间肉铺了 其实我的要求可简单了 无论在哪一大家子还是一小家子 过年就得有点过年的样子 家再小 咋也得弄出个属于咱自己小家的年味来 帮吞妈呀冲带一下那句香愁 那在欧美这样的地方呢 牛肉到哪儿肯定都是分的最细致的 你是要炖要烤要做馅要干啥 都可以提前跟店员说 他会告诉你哪种合适 而且这里除了本地牛肉外 安格斯古寺的进口牛肉也有 真挺全的 在希腊买的猪排骨 那肉是真多 而且一点不肥腻 听国内的朋友说呢 采年货 10斤排骨和5斤枪骨化了800多 而这里的猪肉呢 因为品种问题全是小猪 应该都算这种黑毛溜达猪的那种品质了 也才4欧一公斤 合不到16一斤 然后过年肯定得有横菜 吞妈一眼就看着这肘子了 今儿就是为哄吞妈高兴来的 肯定有求必应 剩下就是各部位的这种羊肉 但特奇怪 这边也基本都是小羊 除了羊腿和排骨以外 去骨的羊肉还真是不多见 这边跟鸡摆一块的 还有包了皮的兔子 不过我们试过 不放很辣的话 吃了有点心情 最后就顺手买了几个鸡骨架吊高汤用 另外我们之所以喜欢这家肉铺 一个是因为大比超市也全 出货肯定比超市快多了 所以会新鲜些 东西鲜肉也有 冰冻的海货 进口肉类和常规的几种罐肉的茬都有 这里的茬肉纯度可高 可不会像国内似的放一堆粉 就是一点忒一闲 好了最后等结账 因为人忒多 加上这大疫情 老在店里转悠也不安全 所以回家再给大家摊开细数 最后结账的结果是 让我来看看 一共是46.63欧 行了到家咱摊开 整体捋一捋到底买了啥 首先有卤着用的带骨牛肉 然后牛舌一条 一盒牛骨髓 一个大猪肘子 前腿的 然后这个是直接可以烤着吃的牛小排 最贵13欧 占了整个快三分之一了 接着是这四斤精瘦的猪排骨 右上是吊汤的几骨酱 最提气像过年的 就是这大猪头了 吞妈在边上也直落 说你这是做年夜饭 还是搞祭祀 而我说那吃啥重要 主要是开心就好 你说是不是 得最后记账 今儿肉铺刚才说了 46.63 超市27.86 合计大概折合人民币596 剩余就是79321 这周过年了 看着刷圈的祝福 和乐俗套的白年小视频 绝不差我这一个 所以反倒想让视频前的你 和视频后的我都清清净净 反正晒来晒去 也都是吃吃吃 聊聊聊 玩玩玩 没什么心情 所以直接把这几天 做成一个小合集吧 偏巧 希腊这第三波的封锁停课 不知是天算还是巧合 居然恰好赶到了30的当天开始 小吞作为德语学校 唯一的一个中国孩子 居然老师还专门给他找了一个 福禄瘦的中文雕签 可见大熊猫的待遇真是不一般 虽然这么小的孩子在家 所谓上网课 基本上做也做不住 学也学不着 孩子家长各有各的闹心 但无论如何 因为时差这么一来 倒让我们能够踏实实的待在家 跟国内同步的节奏 准备个丰盛的年夜饭 吃个团圆餐 这也算是众多无奈中 唯一一个略有点讽刺意味的慰藉了 其实过年嘛 开心不是秀给人看的 却是留给自己的 所以这海外的春节 再加上疫情 便更是给了我们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理由 不过比起去年 因为疫情临时取消机票 而意外的滞留 那时的我们 还在外面打着邮飞 没个自己的固定小锅 而现如今家总算是差不多置办好了 家伙事也都置办齐全了 这家伙事要顺手了 折腾起来也更有心气 所以别看即便今年疫情从未乐观过 但过年的准备 仍然是比去年强太多了 都说年夜饭就讲究个实权实美 也只有这个时候 吞巴我这手艺 是最容易让吞巴错把杭州当变州的 以为还是在北京的家里过着大年 然而天边的火烧云 却好像在提醒着 梦总归还是会醒的 这年是越来越不经过 一下就初一了 这不无论怎么 盼着能醉生梦死一回 这娃跟娃碰到了一块 就绝技能有起死回生的妙效 不过小吞他们这一代 也真是够可怜的 你说来了希腊吧 就是希望人这自然之气 在雪夜里流淌流淌 现如今却只能关在家里干凳点 如果再不给找个伴折腾折腾 可能说都不会话了 过年嘛 放肆也就这么几天 反正我们大人也要忙活着 包包饺子穿穿门拜卫年 圆一圆那些有的没的老简 就让孩子们 使当为所以为一下吧 这心气要是顺 啥都能把好处看 看这大闹天宫后的狼藉 倒也有好处 那就是体力消耗大了 娃们的食料也真是健壮 这平时 这不喜欢那不爱的挑三拣四 居然自己都治愈了 得嘞 也不枉我继续吃大菜 折腾个昨天 从被过分丰盛的 年夜饭菜单上 临时取消的大肘子 虽然说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和这种瓜得瓜 中斗得斗 听着好像一个意思 但还是后者 让人心里更踏实有点多了 OK 垫好了底 放上这咽好的大肘子 咱端着盘子 在前躲后闪 左右腾挪的 躲开地上 孩子们倚撒的各种各角的陷阱 过五官斩六将的 最后 总算再美美的 灌上一厅啤酒 就能进烤箱去烤个桑拿了 要说 这大肘子的净率 听着咋跟做个大宝剑差不离呢 行了 有啥事也别自个偷着了 这大肘子出狱之时 便也该轮到我们自己爽一爽了 等到了这初二初三的时候 就突然意识到 每年好似都是这么一循环 肆无忌惮的吃喝 胖了 然后再费尽巴拉的运动 减肥 过年是这样 人生更是如此 不过 这闪念可能也真的 只是存在了那么一瞬间而已 要说 咱北方往往讲究个过年吃猪爪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新的一年 能挠点钱 图个好彩头 所以 这遗憾可不能落下 只是没想到 这国内比猪肉还金贵的东西 到了希腊 这一大袋 将近四斤 居然只要了我0.89 回到家一细数 六个耳的五只脚 啥话也别说了 那之前卤猪头的卤汁 继续卤上 于是 又一顿胶元气满满的猪脚面 配呛半桌 又上桌了 图妈看了直说 你说这点钱 也就够买俩塑料袋的 还不够给这货剃毛 处理工夫钱的 行了 肥 等下周再见吧 别看折腾的挺红货 但本周 却真真没花什么钱 大部分都是之前都预备好的 所以简单机下证 超市花了67.68欧 市集15欧 折合人民币 大概合计661 剩余就是78660 得 我们在海外吃吃吃的过年周 到此也就完事了 最后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